周末晚间9点多 60多台机车 在市区圆道公园聚集 发动油门 引擎声发出轰隆隆声响 别以为是飙车族聚集 他们是一群爱好挡车的车友 特地号召发起夜骑台湾大道活动 希望可以推广文化 然后也是希望可以大家出来一起骑车 开心为主 我们没有造成大家困扰的前提之下 其实基本上大家都不会觉得 我们是出来飙车的 我们大家其实骑的都比 路上大部分的车都还要慢 60多台机车有复古越野车 改装车还有重机车 像是经典的野狼125 古董级的Dill和金旺 就像是复古改装车大集合 用野狼下去做改装 因为我改的是比较偏越野一点的风格 前后大巧克力台 然后让整台车悬吊加高 对对对 这样的话可以适应各种领导的骑程这样 还有人带着小孩一起来参加 他们在悬上面发这个就是 他们是手工车店 然后刚好也是有像有一类似滑胎 越野风 然后我刚好小朋友也有空 小朋友也对摩托车有兴趣 就一起带小朋友来 车友们一一出发 从台湾大道一路要骑到海线 车程大约一小时 庞大的车队阵容沿路吸引民众目光 改装是OK 但不要老民就好了 因为很多汽车也在改 只要不要跟我交通的话 我都觉得没关系 虽然说会有点吵 但是是用告知的去 不要就是跟他讲说 可能会办这个活动的话就比较还好 车队聚集引发关注 不过警方表示 目前并没有接获相关检举 发起人说夜骑活动不限车种 有兴趣的车友都可以来参加 不过会严格要求 不能飙车制造噪音 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 沿路会有工作人员帮忙引导维护安全 车友享受夜骑的乐趣 也要注意自己和用路人的安全 东山新闻张炯瀚在台中采访报道